美国政府上个月决定向台湾出售送额,约3.3亿美元的武器装备,中方对于这一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,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行径,表示强烈不满并提出严正交涉。 在美国内仍有人想火上摇油,据美媒10月19日报道,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日前扬言,美国应该考虑废除美中第三个联合公报,其影响对台军受罪压的8.7公报,他声称该问题有重大缺陷,严重伤害美国利益。 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和李汉,Harry Harding认为,美国的一中政策仍具高度和行性,偏离美国的一中政策,将为美中关系及连岸关系的稳定,带来危险及不必要的风险。 博斯科资料图博斯科是对华强硬派,曾多次叫逍遥遏制中国。 报道着,12日,博斯科在国会山网站传门指出,特朗普上任后,已经在不服美国利益的理由,下次会坚持任政府的一些国际承诺,例如阿里季后协定,及对美自贸协定等。 现在他也可以考虑被除美中双方在1982年8月17日确认发表的美中第三个联合公报,817公报,实际上海公报和中美建交公报之后,中美兼达成的右翼历史新闻界,美方承诺他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。 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,将不超过建交以来近几年的水平,准备逐步减少,他对台湾的武器出售,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解决。 博斯科19日对美媒称,第三公报对美台之间的局兽施加随意与不必要的限制,暗示那些局兽最终应该被停止。 我认为那与台湾关系法并不一致,我认为第三公报是过时的,它应该被背除。 博斯科的这些说辞,在美国引发反对声音,关注台海形势的前美国政府官员,学者专家认为, 现阶段如果动摇美中之间的三个公报,可能为目前急需稳定的亚太情势,带来更多不稳定的变数,也可能为台湾利益带来伤害。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公共政策教授何汉利也曾表示,美国的一种政策仍然具有高度可行性,偏离美国的一种政策,将为美中关系及两岸关系的稳定带来危险及不必要的风险。 而博斯科自己也承认,自己的主张具有挑衅性,但他扬言,只是要丢一颗石头到水里,看看能溅起什么样的水花。 他不认为这么做,会引发一场大海啸,兼职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, 是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和政治基础。然而今年,美国却在对台军兽问题上与与挑衅,对此,我国也多次表达不满于反对。 9月25日,针对美出台3.3亿美元对台军兽计划,外交部发言人耿耍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, 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,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, 损害了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。中方对美方出台售台武器,期望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, 依旧此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,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 任何人都不能动有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,反对外来干涉的坚定依据和决心。 中方敦促美方确实恪守,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做出的严肃承诺, 立即撤销上述对台军兽计划,停止美台军事联系, 以免对中美关系,台海和平稳定, 以及中美双方在重要领域的合作造成严重损害。 同一天,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也表示, 中国军队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, 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,美方行径严重, 违反一个中国原则,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, 干涉中国内政,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, 严重损害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, 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意志坚定不一, 我们强烈要求美方可守一个中国原则,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, 立即撤销有关对台军售项目,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, 以免给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。 请不吝点赞,